灭疑似众生的祸 疑祸 功德自在亡 尽光菩萨摩萨 得普鉴实放一切菩萨 出一道场时 种种庄园卸托门 出一道场 这个意思就是 所有一切道场 严一切道场 严一切常怀 聚会的 菩萨聚会的处所 都使得严静 善如猛莲化吉普萨摩萨 得随众生的根 结 普为显示一些佛法 写托 把这个根和结 形容着像海一样的 这个海大家以后知道 在华严经都是加个海字 什么呢 形容词 说这个法呀 甚深的 甚广的 这个含义 海的是比方的意思 随众生的基 来说法 以什么来随机呢 以法来随机 随众生结 应于合法得度者 就给他说什么法 菩萨与日闯 菩萨摩萨 得成就如 荣柱无量结底 维众生 荣在世间 那么说 释迦摩尼佛入涅槃 是不是还在世间呢 入涅槃是一个像 是个涅槃像 要你知道 佛从成道 到入涅槃 八相成道的意思 涅槃了 是在用这个涅槃法 来度重生 涅槃法是不生不灭的 其实不生不灭的 还有什么离开吗 没有离开了 释迦摩尼佛还在世间 不过不是释迦摩尼的像 他随缘 大家这样来理解 释迦摩尼佛在印度 不过你到印度去 参观圣地的时候 你知道 释迦摩尼佛走得没好远 就是恒河两难 学下我们中国的孔子 经常说孔子吧 儒教的教化的 周游列国 他那时候的列国呀 很小很小 河南河北 山西 山东 出生在山东 他连长江都没过过呀 山西都没到过呀 孔子 孔夫子 一生没入秦 山西是秦国 他走的地方很少 后来加这么一说 那就大了 释迦摩尼佛也如是 释迦摩尼佛在印度 走的地方并不多 他说法神 化神 这个释迦摩尼佛是化神 化神的化神 那就远了 有智慧没智慧 释迦摩尼佛有智慧没智慧 说法和说环境有智慧没智慧 释迦摩尼佛没到中国呀 他也不知道五代三 他也不知道释迦摩尼佛三 但是养花经的花园住处品就是 东方有果明月震荡 齐度有三 浩月清凉 他那时候三千年前 他就知道这是清凉散 清凉散文殊菩萨住的地方 这地方殊胜的不得了 到什么程度 每天有一万菩萨要清凉 咱们见到了吗 我给人开玩笑 这一万菩萨 我们现在这个五代三 有一万个和尚没有 连比丘 连比丘 有没有 就是这一万个人要清凉 住的清凉 就是要清凉的 菩萨的意思什么含义 绝有情嘛 自己明白了 信佛了 让一切众生都信佛 别说太深了 我们现在打一个千佛 共生两 打个千圣栽 也不才一千多个人吗 还没到一万呢 还不够数 不够数怎么办 所以草三十都可以算上 这上车 一报正报都可以 你应当入世理解呀 你算有信心了 这是释迦摩尼佛说的 还有一个处 福建 异德 对 对 这个自体山 铁观菩萨 那我在福建的时候 有人问我 说是 那个铁观菩萨 怎么好像不如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那游客那么多 我问你看这是现象 不是本子 不是本子 是啊 铁观菩萨 自体山上 道路也不同 游客也很少 住的和尚们 现在都不错了 有二三十个人 过去只有几个师父 守着那个庙 也就华原寺 也就华原寺 这是咱们的凡夫 业障眼所看的问题 实际不是这样子的 实际不是这样子 像我们看五代三 也入室 现在我们学了花眼经了 你把你这个脑壳放大一点 心量放大一点 想的多一点 可不是想烦恶 可不是想烦恼啊 我们把烦恼变成菩提就好了 我们的烦恼想的可太多了 一天 从早上到晚上 那脑子活动的 很局限 局限在什么里头呢 谈真词 把他放大一点 咱们经常说 眼光看眼一点 我们先生所说的眼光看眼一点 也就是荡生了 也就是百十来年的事了 这个可不是 环境所告诉你得看 你听听吧 就不用说讲解了 你听听这个经文 他文字怎么组合的 他这文字组合 显的道理是什么道理 你知道了 说言道场 一切道场 本来都是清净的 本来都是严净的 如果你们到了那个蒲光明殿 那佛说欢迎来说三次 说是不是咱这个普术寺的蒲光明殿呢 也可以说是吧 也可不是 实际上呢 究竟是不是 要你去参 这个普术寺太小了 比微神大得多 咱们就这个普术寺那个殿头 有好多微神 你能数得过来吗 你的智慧能看见普术寺殿里有好多微神 要这样来理解了 这样来理解了 在理上 理上可以顿悟 可以理解成佛 这只是理啊 如果是你成了 理来成四 但四上也入世了 那魅修成 那魅修成 魅修成咱们可以想啊 佛的功德无量 我们也跟佛比一样 那神比一样 那烦恼比一样 我们的烦恼有无量 这是两极端 一个烦恼无量 一个功德无量 烦恼无量 就是重伤 你这个重伤啊 是烦恼合成的 所以无量的烦恼 那就是无边的幸福 无边的福德 无边的智慧 翻不过来的时候了 那就是烦恼还是烦恼 障难还是障难 不过你脑子里经常这样想啊 这个想法 这叫惯 这个想 这个惯 就是智慧 这个智慧 那惯成功了 这就是烦恼即菩提了 菩提就是烦恼 烦恼就是菩提 二而不二 因为它的体啊 只是一个 一真法界 四有千差 理无二字 在四上是千差万别 在理上只是一个 十法界 没有 纯粹是理 在四上不同啊 所以 严静道场 普庄严会场 也入世了 也入世了 所以 功德自在 王庆光 菩萨 莫萨 他见到一切的菩萨 出意道场实话 总总 总总 庄严 卸拓 第二是说 我们将入佛门 看见那个 大雄宝殿 或者到这个法堂 你心里跟你的 四天上所建的 它就是不同 你现在就起来变化了 如果你登了地 登了出地 断了无名 那你的警戒 为什么出地就欢喜地 得大欢喜 得大欢喜 你倒场 咱说严静 什么叫严静 什么叫不严静 你多观察一下 不要听我的解释 你自己观察一下 想 什么叫静 什么叫不静 因为不要说那个名字 把它局限了 不续局限了 因为转化 转化名字像 转化了一切的所有的四间像 变成清净的道像 用理来转世 在一切你生活当中啊 你可都这样观想 如果你听华安静 这些个法门 这些大不正的法门 听了半天 你也不知道这是说什么呀 有这感觉没有 听了好多 师普菩萨 各说一个 普贤菩萨 他就说了十个 师普斯菩萨 又各说了一个 咱们前头所有讲的 二百多个 那些个菩萨继位 他继什么位 现什么像 种种的不同 你要随这个文字 向去转 你还怎么叫泄脱呀 你没入门啊 警察说火门都没摸到 怎么能打到火了 就是这样的含义 你还没摸到门呢 摸到门怎么样呢 不要向外边找门 在你心里呢 泄脱是在你心里呢 那么你怎么找啊 没有门 形容词 有个门你也入不了 普贤恒远的恒门 你进得去吗 为什么进不去呢 原来就没有嘛 你咋进得去 你回来 回光返帐 就是你自己的心啊 当你不理解了 甚深的道理 你回到很自然的 很浅显的 很浅显就是你自己心 我自己还不知道自己心吗 自己问问自己 我自己不认识我自己 不错了 能认识自己的 究竟认识自己的 佛 觉悟了 咱们现在啊 自己把自己迷惑了 印得不到自己了 而这个身体啊 这身不是你 是假的 它是可坏的 你也不信得你自己啊 你眼睛不能往回看 你脸上哪儿脏了 就得照镜子啊 你能看见你脸哪儿脏了吗 孔夫子 周游列国的时候 一见小孩 小孩在几岁 小孩当着不让他走 他跟着小孩 讲道理 那小孩在那儿拿土块啊 拿石头 摆一个城 那小孩在那城那儿 摆着石头摆一个城 坐着不着 孔夫子不能带到这些地 怎么将小孩散开 小孩不散开 他说孔夫子 他说你正有学问的人 不讲道理啊 人能在城上走吗 我这是个城啊 他说你这什么城啊 你这摆着玩吗 画得成吗 他说我问你 你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说孔夫子是圣人吗 他说你连城都不懂得 我这是个城 不管它大小 我是个城 你知道吗 他说你这说开玩笑 这个我知道要讲不知名 你说点这个眼前的事吗 眼前的事 你说说你眼眉好多吗 你数过吗 你好多个眼眉 孔夫子眼眉谁数过 没数过眼眉 他说你什么圣人呢 眼前的事 连那眼眉好的根你都不知道 你要着走吧 我这个城不许你过 这是讲笑话 这事实也是真实啊 我看到这个 我因为真实的不错 因此啊 你看一切法律实话 都可以做榜样 做为你修 做为你的修 找个鸡风转语 你一天生活中 都在鸡风转语当中 华人圣经 戴罗顶就是啊 父母栋也是啊 说不是 不是为什么你磕头啊 好多人到那磕头啊 是不是圣经啊 他心目中的圣经 他说这样我就能得致患 这样我就能消灾 这叫解释 心境固 国土境 一切国度都是庄严的 谱言常怀 所以一切大厂都是庄严的 什么庄严呢 大家看到咱们十月初八佛将生在这供着吧 看见很庄严的吧 我看大家很深欢喜心 是不错 如果你看见比这个还好的 会好十倍 好一百倍 而且不是假象 是真的 我说这个真的是假的 比这个假的 竟拿宝石庄严的 就拿七宝庄严的 你看见那个就知道 那一个比这个好到哪里去了 如果拿那个 再比第一次天的宫殿来比 你可以比啊 不识货 不怕不识货 货比货 你心里想 原念 没所到过的 没所看见过的 你这样比起来啊 看完了看去的 世间上没有一个真实的 十月初八的过了 十月初九我早上到来 我还想看一眼 没了 哪去了 无常的 幻化的 你这样来理解 我讲欢迎这些境界 你能理解吗 对你来说 对我们来说 没有 对祝福来说 也没有 那真也一步环境啊 不可思议了 这也叫不可思议 就在这地方 两个老亨 这个夜间睡眠的时候 找人起来 一个老人就说 昨天晚上 我一夜没睡觉 说干啥你不睡觉 老鼠吵着 我不睡 睡不着啊 他这个道 说 你真了不起啊 他说 吵着我没睡觉 还了不起 说是啊 怎么了不起 说你昨天晚上 听了一夜的花眼睛 老鼠吱吱吱吱 说了一部 花眼睛 怎么让理解啊 这就叫 不可思议 咱们讲起来 或者咱们送花眼睛 我们这道友 有一般道友 专门送花眼睛 一天送一卷吧 八二天送一部 那么孤三老和尚 一个老和尚 从那个天王殿 缅乡走到大殿里头 他就念了一部 花眼睛 好远吗 这也叫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你怎么理解这些问题 我来再学花眼睛 就理解了 让我讲正文 看正文 善荣猛莲花及菩萨莫萨 他得了一个法门 就是随众生的根 随众生的理解力 不给他实现一些佛法 他正得了这么一个邂途门 邂途门叫什么呢 叫以法随机 以着这个不可思议的法 随着众生的可思议的机 不可思议的法 随着众生可思议的机 那众生这个机呢 闻到这个不可思议法了 众生这个机 把可思议的也变成不可思议了 法不可思议过 福自于日床 菩萨莫萨 得成就如来自 容住无量节 邂途门 如来的智慧 永远住世间 住世间无量节 福的身呢 是金刚不坏体 金刚不坏体 容住世间差沉结 永远不会消失的 这样来理解 就是一切 一切事物 不看它的相 看它的体性 体性是容存的 看众生性 观众生性 不见众生相 相是幻化的 虚灭的 生灭法 它的体性呢 是不生灭法 生灭从着不生灭 生起 生灭 皇归于不生灭 那生灭也变成不生灭了 所以说 一切的事物 永远存在 大精进金刚记 菩萨莫萨 得普入 一切无边法因力 无边法因力 法因 法因是指佛所说的法 叫法因 小成的 苦空无常无能 这叫四法因 那么 拿这个来印证 印证 佛所说的一切法 印证一切法 印就是 咱们只看到皇上有个印喜吗 当官都有个印吗 那是子物上的印 那个印呢 盖上那个图障 效果就有了 没给你盖图障 效果没有 先不受戒 要有个戒谍吧 现在需要有戒谍 但是佛在时候没有戒谍 听说过吗 我一切经卷上都没说过 还有个戒谍 没有 那为什么到我们中国来 有个戒谍 换句说是正名物 正名物 法王有个法王的印 什么是法王的印呢 不动 不变 就是法王印 法王印 妙法的印是什么呢 就是妙法的真实 妙法的真实是不动不变的 就像印一样的 证明佛的正法 证明佛的正法 一切祝福 如主相承 一代一代一代 就是心心相印 这叫法印 咱们不做其他经论解释 心心相传 心心相印 这叫法印 所以在这个大资论论上讲 得佛的法印 通达无奈 以法王的印可 通达无奈 无所流难 哪是哪几种法 是佛的法印呢 佛法印有三种 佛法印有三种 哪三种呢 一切是有违法 有违法 念念的生命 都是无常的 第一个啊 只要说 他说这一切法 念念生命无常的 是佛说的 不是佛的法印 你也如是说 反正这是正确的 二呢 一切法无我 无我 凡事又说 一切法无我 没有我之 这个像平常说话啊 不能说话 都说我弟 我弟 我弟 我弟不是我 是我弟 我的眼睛 我的耳头 我的鼻子 我的肉 我的身体吧 我的心 是我弟啊 不是我 离开我们这眼耳鼻舌深夜 另外还咱哪找我去呢 我在什么地方呢 你找到了 你成了 还没悟 没悟就还没找到 没找到还没成呢 一者无常 二者无我 三者呢 灭盘 寂灭 三者就是寂灭灭盘 灭盘就是上头两种说的 不生不灭 就是不生不死 这就是开了悟了 正德了就是开悟了 这叫法因力 直到无我了 产生一种力量 什么人呢 无我的力量 让一切动伤 都能明白无我 这力生的了 要一些众生都知道 念念生灭 念头是极短的 一面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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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生灭 有些加个 生住一面 生了还经过一段住 像人生吧 你一岁到九十岁 或者到五十岁 这一段时间 住 生了住的时间 在你住的时间呢 它产生变异 说一天跟一天不同 天天变 不是一岁就到五十岁了 不是顿变的 是念念的变 变 生住 它就变异了 就是异变化 变了 变到变到没有了 消失了 是生住一面 但是有的 它不经过过程 像你这念头吧 念念都有生住一面 你数过你的念头 生住一面 这念起了 灭了 又念又起第二面 这件消失了 一天 刚想到这个 又想到那个了 就念念的生灭 你观察这个 也是掺学了 也是掺学 就学吧 比如掺吧 你找里面面头 为什么 它不做 念念不住 你的心 随时在变化 变化 这就是 入于无边法因力 住法是无边无际的 多得很 无边就形容它多 多 别的法不说 咱们就是心念法 你就观察你的心念 差证的心念 我这道友互相之间开玩笑 你今天起了好多念 谁也答复不出来 这念念都念什么 说修行 你能把这个修行好了 最大的修行吗 把你念头看重 你念不让它是虚妄的 让它变成真实的 咱们教义当有这么两句话 打得念头死 把念头打死了 虚妒发身活 念头死了 你发身可活了 念头不死 你发身活不了 这叫离面 离面清静 咱们的离四间品 昨晚讲这些 离面清静 从名字上就知道了 离四间 但是离四间而在四间 在四间而离四间 这叫法印 就是依着这个无我 无常 灭盘 依着这个 来印证 开悟没开悟 他能够观一切法无常 印的无我了 得到的 祭灭 这个祭灭 不是像张说 没有了 死了 断了 不是这个样子 祭灭就是 不生不灭 叫祭灭 祭者是定 定 常识在定中 常识在定中 灭即是生 怎么讲呢 所以你看着这人 这死了 他那生了 这死了 那生了 生了又死了 死了又生了 在这个是生灭法 生灭法 达到不生不灭 他不生就不死了 有生必有死 好多众生 对了死了 不高兴 其实你生的苦恼 也不简单 你说不记得了 糊涂糊涂生下来了 生完了 不记得了 那个苦难忘了 这死可怕 这就是法印 能够使众生的误解 行验广场菩萨莫萨 得显示 现在一切佛 使修行菩萨行 乃至成就智慧剧 这个就是修禅宗的顿悟 顿悟 失踪 怎么开始的 怎么还灭的 这得有智慧 四线一纵众生 从佛最初开始 发心行菩萨大 乃至成就了 究竟佛果了 像我们禅宗 顿悟 一面之间顿悟 这个但是顿是由箭来的了 没有箭 怎么有顿呢 不过他今生开悟 他无量节所修的 极具的 像我们六祖大师吧 大家都知道吗 对 六祖大师 一点文化也没有啊 他卖残悟的 听见人家念金刚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开悟了 他就知道了 而且那种悟是大舍大悟 不是小舍小悟 他不印的字 他能讲讲 比哪个法子讲得深入 他离文字相 这是顿悟 这叫顿 经常这样讲 在禅宗讲 禅满一柱香 顿炒植肉 立正菩提 不假方便 执政佛果 但是 他过去多生修行的 没有过去多生的行 怎能今天解这个果呢 过去的没看见 就看到今天现实正的 你看释迦摩尼佛 坐菩提树下 就成了道了 他在走帅天内院 就是等觉菩萨了 这样的下山人间的 这都是方便散巧 一切法门都是方便散巧 大明德 大明德深美音菩萨莫萨 德南柱皮露之诺 一切大阳海系统们 他所修行的 跟那个释迦摩尼佛 皮露之诺修行的 同 往昔同佛一起修行的 所以才入世 大佛得自 大佛得光 智生菩萨莫萨 得显示如来 骗法界 甚深警戒 谢同门 这是与他的智慧光 智慧光就是智慧 显现如来 难死的警戒相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 安详时机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力乐有情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勿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 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业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寻一的白狐 赵先生爷爷的百岁寿臣很快就要到了 因此 赵先生夫妻俩带着孩子阿良 一同回老家参加爷爷的百岁寿宴 阿福 好久不见 你回来了呀 阿福 你们这是回来参加你爷爷的寿宴吗 是啊 我爷爷的百岁寿宴 怎么能不回来参加呢 可是你爷爷的寿宴 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呢 爷爷百岁寿宴 邀请的客人非常多 所以我们提前回来 来帮忙准备一下寿宴的 赵叔 你看你儿子一家都回来参加寿宴了 阿福 你们回来的可真早呀 哈哈 阿良都长这么大了 好可爱呀 爷爷您好 我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好好 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你了 真的非常想念你的 对了 你们一直赶路也很累了 走走 我们快回家休息吧 爸 爷爷他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哎 别提了 他还是老样子 身体总是莫名其妙的疼痛 有时候 痛得连觉都睡不好呢 难道就没有带爷爷去医院 进行彻底的全身健康检查吗 有 可就是查不出原因来呀 这就是我一直很挂心伤脑筋的 可不是吗 在我小时候 爷爷就经常会身体疼痛 可没想到这个病竟然会折磨他那么久 唉 这个病纠缠了爷爷那么久 爷爷他竟然还这么长寿 真是了不起呀 走 我们赶快先去看看爷爷吧 赵先生一家人回到故乡后 便住在家里空闲的一处老宅里 然而 接连几天 赵先生的妻子 却总感觉屋子里经常闪过一道白影 老公 最近这几天 我在屋子里经常能看到了一道白影 老公 这个屋子不会是闹鬼吧 闹鬼 亏你想得出来 我看你是这几天太累了 所以才出现幻觉 明天你就别忙了 好好休息一下吧 难道真的是因为太累了而产生的幻觉吗 一定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早早休息吧 后天就是爷爷的寿宴了 明天一大早 我还要去采购一些食物呢 嗯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啊 什么声音呢 老公 老公 你快醒醒 你看 那个白影又出现了 哎呀 竟然真的有一团白影 那究竟是什么呢 老公 你也看到了是吧 这几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白影 刚才他还在说话呢 什么 他刚才还说话 换我衣服 换我衣服来 老公 你看 他又说话了 他是一只白狐 哎呀 怎么回事 那只白狐去哪里了 嗯 不知道啊 白天的时候也是这样 他总是一闪而过 讨要衣服的白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看还是明天 问一问爸爸 或许 他会知道一些什么的 嗯 看来只能等明天了 当天晚上 赵先生和妻子 一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天亮之后 赵先生便匆匆去找他的父亲 询问究竟 爸 我们住的那个老宅 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呀 原来 那里一直是你爷爷居住的房屋 后来你爷爷年纪大了 病情也重了 所以 就接到我们兄弟几个家里轮流住 呃 怎么了吗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呢 爸 那爷爷有没有说过 曾经在那个屋子里 呃 见到过什么呢 没有 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 昨天晚上我在屋子里看到了一只白狐 而且他还在向我们讨要衣服 哈哈 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你不会还没睡醒吧 爸 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 也是 当初阿湘和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也不相信啊 是我亲眼所见我才相信的呀 好了 明天就是你爷爷的生日了 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呢 你也别胡思乱想了 赶快去采购一些食物吧 啊 好吧 老公 怎么样 你从爸爸的嘴里有问出些什么吗 没有 他跟我当初的反应一样 根本不相信会有这样离奇的事情 是啊 这种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又有谁会相信啊 老公 关于这件事情 你是怎么想的啊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只白狐出现在屋子里呢 你说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只白狐的亡魂啊 白狐的亡魂 你是说一只白狐的亡魂跑到那间老屋里讨要衣服 是的 那间屋子原本是我爷爷住的 你说那只白狐会不会是来找我爷爷的 是啊 有可能啊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不是打过链吗 这只白狐不会是被他打死的吧 哦 你说的有可能 我们去找爷爷问个究竟吧 嗯 爷爷一定会知道的 我们去问问他吧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二人来到了爷爷居住的屋子 爷爷 你年轻的时候杀过狐狸吗 有白色的狐狸 啊 你怎么会突然问这件事情呢 老公 看来我们猜对了 那只白狐果然和爷爷有关 怎么 你也知道那只白狐 爷爷 我这几天在屋子里 经常看到一道白衣闪过 不过直到昨天晚上才看清 那是一只白狐 而且还是一只会说话的白狐 啊 你说那只白狐还会说话 那他说了什么 他一直说 还我衣服 还我衣服来 七十几年了 他竟然还惦记着自己的衣服 七十几年了 爷爷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七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年轻的爷爷在山林里 将捕兽网铺在山林的地面上 然后在上面铺盖着树叶 这时候 村里一位老人从这里走过 他看到年轻爷爷在那里 布置树叶时 愣了一下 小伙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啊 听说最近山林里有狐狸出没 所以我特意制作了一个陷阱 希望能抓住它 听人家说 用狐狸皮做垫背 铺在床上睡觉 可是非常舒服的 啊 什么 你要抓狐狸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个念头吧 狐狸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 如果伤害到它的性命 它会跟你一辈子的 是吗 既然都伤到了它的性命 那它还怎么跟着我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我布置的陷阱竟然真的捕抓到了一只狐狸 而且还是一只白狐 天哪 竟然是一只白狐 我真是太幸运了 你在求我放掉你吗 别做梦了 我要用你的皮做垫背 年轻爷爷将捕兽网 连同里面的白狐一起 捆绑了起来 背在肩上 朝村子里走去 刚走出山林 他又遇到了村里那位老人 哎呀小伙子 你这是抓到了一只白狐吗 是啊 这只狐狸的毛皮实在是太漂亮 我要用它来做个垫背 年轻人 你不能这样做呀 我不是和你说过吗 狐狸都是有灵性的 尤其是白狐 我劝你还是将它放掉吧 放掉它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能抓到一只白狐 可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要我放掉它 那更是不可能的 那只白狐最终还是被我宰杀了 然后将它的皮剥下来做了一个垫背 可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都已经过了七十几年了 那只白狐竟然还惦记着它的衣服 既然这样 那就还给它吧 爷爷 这么说那只白狐皮的垫背现在还留着 是的 这些年我一直将它铺在床上 你们扶我起来 赵先生和妻子急忙将爷爷从床上扶了下来 爷爷伸手将床下的那张白狐皮垫背拎了出来 没错 我看到的那只白狐和这张毛皮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说来 我们看到的那只白狐一直在寻找爷爷您啊 唉 当初我捕抓杀害这只白狐的时候 就有人说这样做会遭到白狐亡灵的报应 当时我还年轻根本不相信这些 现在看来我这些年所受的痛苦 会不会就是这只白狐带来的呢 爷爷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我这皮肤发作起来痛得就像挣扎刀割一般 现在想来那只白狐不是就经历过这种痛苦 我的病原来是因果病啊 爷爷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把那只白狐的衣服还给他吧 或许这样他就能原谅你了 是啊 你们去准备一些祭品来 我要亲自对自己犯下的错来忏悔 好的 我这就去准备 就这样 赵先生夫妻两人陪着爷爷将这张白狐皮做成的垫背 和一些祭品一起在院子里焚烧了 对不起 没多久火渐渐熄灭 皮垫背也化成了灰烬 赵先生将爷爷扶了起来 爷爷 白狐的衣服我们还给他了 纠缠您多年的病一定也会好起来的 希望如此 你看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平日里赵老爷总是痛得连床都下不来 今天他的气色可好多了 是啊 今天他看起来的确精神饱满 欢天喜地的 爷爷 你感觉怎么样啊 要是皮肤痛的话 就和我们说一声 昨天晚上我梦到那只白狐了 他已经原谅我了 如此一来 我的病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你看 今天我的皮肤就连一次也没有痛过的 是吗 那真是太好了 从那以后 爷爷的皮肤疼痛的病 竟然真的好了起来 远离了病痛后 他的身体越来越好 真正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老兽星了